大陸觀光客到台灣來 一定要去什麼故宮 去101等地 最近更是把選舉 都列為了年度最夯景點了 哪邊有掃街 跑脫 造勢大會 對於陸客來講 都是沒見過的事情 還跟著候選人爬爬灶 連勝完出席國民黨黨慶活動 股膚經理館前一陣騷動 眼睛看 不夠 還要拍照留念 大陸觀光客 一眼就認出來 他是連戰的兒子 誰啊 臉長一隻 臉長一隻 到現在要幹什麼嗎 先走走啊 不懂門道也要看看熱鬧 尤其是自由行路客 行程不受旅行團限制 對台灣選舉花招特有興趣 幾萬人 幾十萬人的造勢大會 你們會有興趣想去看看嗎 看看可以 可以啊 沒有看過 這種選舉文化很特別 很好啊 比大陸好啊 比大陸好 不能這樣講 我覺得還滿好玩的 大陸新浪網趁著九合一大選將進 推出陸客官選交戰守則 評論台灣選舉宛如一場秀 有夜市美食 有明星演唱 鼓勵陸客參與選前造勢晚會 想追星的鎖定六都 最想看到誰 馬總統 大哥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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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呢 柯文哲 柯文哲 大哥呢 柯文哲 沒有人想看連勝文嗎 不想 不想 聯科對決話題十足 加上陸客最愛的馬總統總和連勝文 年TT 鎖定北市 政治明星一網打盡 不過西浪網也提醒 陸客禁止參與競選活動 不宜發傳單 搖旗子喊口號 建議圍觀就好 還說台灣有藍綠兩大檔 跑場子 記得衣服顏色要穿對 台灣選舉曾在2012年 被法國廣播電台評為一大旅遊資源 如今也讓不少陸客為之瘋狂 成了最夯的觀光行程 藉承聚王正台北採訪報導